新西兰六分之下 两个爆火必选的移民好专业 那么一说到移民的专业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近几年比较活的幼教专业 幼教专业的话的确是很好听的 但是专业的话也有很大的弊端 它的第一个弊端的话 就是它的工资太低了 没有什么一个成长的空间 可能你毕业的时候 你能够拿到一个5万多 你干一个三年到五年 你可能就这么长那么一丁点 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第二点的话 这个专业实在是太辛苦了 你得急着摊黑 很多幼儿园可能7点钟就要开门 因为家长他要8点钟要上班 所以要把孩子提前给送过来 然后你要很早的去上 天没亮你就要起床去上班 然后要很晚的下班 非常的辛苦 我们观察到通过幼教专业移民的客户 一旦达到移民之后 95%以上的都会放弃这个行业 然后再比如说他们会干什么 再去花一个两三年 再去读一个书 学一个新的技能 然后再去找其他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你再去学一个技能 两到三年 然后再加上你之前 学幼教花的时间 然后工作的时间 还有我们递交移民上去等待的时间 这样一算起来五六年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时间成本折腾成本也是很大的 因为你看一个人 也能有多少个比较好的五六年 对吧 只是为了一年去学幼教花 对之后的工作没有一个积累 就感觉有点浪费 对因为你后面还得重新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两个 第一既好移民 第二薪知又高 第三有很大成长经济的专业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专业 这个专业叫做公庙车粮师 这个哈尔文应该比较熟悉的 因为哈尔文是常在建筑行业工作 我们也知道现在新西兰随着人口 它非常稳定的成长 这个房地产的行业也是在澎湖的发展 我最记得就是在我2018年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买一个三房 三房一厅两位 那个时候是大概是40多万 不到50万 但是到今年 你要想买一个三房 稍微好一点的三房 你已经是要差不多达到七八十万了 最近我们家旁边有一套房子 它是一个三房 但它还带一个小书房 你猜卖多少钱 九十 对九十二万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才只过了四年左右 对吧 价格已经翻翻了 你当年买房子是多少钱 五十多 现在你要买款你就卖多少 八十左右 八十左右 这是涨得非常的厉害 对不对 这有点像跟我们中国十多年前 那种房地产同步发展的时候 这个非常像了 那么房地产能这么好的话 那么我们的公庙车粮师也是非常缺的 公庙车粮师的话现在已经被我们的新西亚移民局列在长期紧缺列表里面 同时它也是在我们新西亚的绿色清单里的第一梯队 也就是我们的快速通道 找到工作就立刻可以移民 好的 大家可能会去问 这个公庙车粮师它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这个公庙车粮师的话 它主要首先第一 它要负责 比如说我要建一个项目 我要前期先去算我这个成本 第二个是在我们项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要去实时的去监督我要去控制我这个成本 让我这个成本比如说在工程结束的时候 不要超出了预算 但是我也要确保我的预算能够充足的去完成这个工程 大家可能也会很关心 那这个公庙车粮师我们刚提到薪资非常的高 对吧 它的薪资到底能达到多少呢 那么据我们新西兰公庙车粮师协会2022年 也就是去年的数据图据 如果像我们一个初级的公庙车粮师 当然公庙车粮师也叫做 在中国也可以叫做建筑经济师 如果你是刚刚大学生毕业的话 你的薪资大概就能够达到6万到7万之间 如果你在工作一个三年 甚至到五年成为一个senior高级的公庙车粮师的话 你的薪资是立刻就能够突破10万牛币 好一点点是能够达到15万牛币每年的 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就差不多一年的那种七八十万人币的一个收入 那公庙车粮师这个专业的话 在我们新西兰有所非常著名的大学 梅西大学有提供这个课程 它也是新西兰最早最老牌提供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八大之一 那么梅西大学的话 它有提供公庙车粮三年的 它也有提供全新西兰唯一的公庙车粮硕士 一年就可以读完了 而且有一个可以更加值得提醒的是 新西兰的公庙车粮的本科一号还是硕士一号 读完之后 它不仅能够受到我们新西兰公庙车粮协会的认可 同时还能够受到澳洲公庙车粮协会的认可 还能够受到英国公庙车粮的协会的认可 还有新加坡亚太这个地区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在新西兰认可比较低的成本 去完成这个学业以后拿到这个学历 你可以去澳洲找工作 你可以去英国找工作 你可以去新加坡找工作 都能够得到这个认可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 好的 这是我们刚刚所分享的第一个公庙车粮师 我们现在再来带来我们第二个既好移民又好 心智高又好成长空间高的专业 就是我们的护士专业了 那么护士专业的话 最近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卫生部部长宣布 再次的去给我们的护士掌心 加薪 那么现在护士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标准的话 你刚刚从一个护士的学校毕业 你是注册护士 你的年薪就能够立刻达到8万牛币 8万牛币 就是责人民币的35万左右 对吧 好 如果你能够也同样干一个三到五年 成为一个资深的注册护士的话 你的薪质就能够达到12万到17万牛币 这个年薪的区间之内 所以成长空间也是非常的大的 好 那么护士的话 在我们新西兰它是有两个分类的 一个叫做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注册护士 另外是一个登记护士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登记护士它所需要的学历 是比注册护士是要稍微低一点点的 比方说你只有高中学历 甚至说你大专的学历 可是你并不要学的是护士相关的 你可以去读一个在边护士 你可以去读一个登记护士的大专 只要两年就可以完成了 读这个大专的话 只要你有高中学历 或者是大专学历当然更好都可以去读 那么第二类的话 第二类的注册护士的话 你可以通过去读本科三年 当然还有更快的 如果你在国内经有本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不一定是要学护士 比如说你可以是学会计的 你可以是学中文的 你通通可以来我们新西兰 读一个两年制的护士的课程 那么这个两年制的护士的课程的话 是也不需要任何相关背景就可以去读 很棒 我们来举两个学校的例子 比如说第一像我们北岛的怀卡托大学 它只有这种两年的护士 每年的1月份开学 然后只要你的大学4年的平均均分 在75分 你就可以升起得到 第二个话就是我们南岛的坎特布雷大学 也是同样的要求 也是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学历的背景 不需要相关 只要你是本科毕业就好 然后均分75分 你也可以同样来读这两年 成为我们的注册护士 从此你就能够踏上初步 连行马腕干个两三年 连行12万以上的这种高薪的收入了 这个相比幼教而言 我们刚刚所提到两个专业 相比幼教而言 是不是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呢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 OK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有什么更进一步的问题 欢迎大家加Nik微信 根据自身的情况 让Nik帮你分析一下哪条路更适合你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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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